複投影 複投影當然 你會發現它其實對我們來說 在做一個空間投影的推理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還滿方便的工具 上禮拜我們記得應該有談到這個 怎麼樣把一個負斜面轉換成單斜面 這個部分是之後會有很多應用 會是以這個有直接相關 所以我們稍微再提一遍它的做法 或它的概念 這裡面當然會牽涉到我們之前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負斜面轉換成單斜面 顧名思義單斜面 我們知道單斜面就是要垂直某一個投影面 這叫單斜面 因為你已經是對直立投影面 跟水平投影面的這個VH投影系統來說 它已經不是這個所謂的單斜面了 所以當然理論上你要把它變成單斜面 就是要加了一個負投影面上去之後 讓這個新的投影系統 投影系統或是叫做投影體系 投影體系 E跟V的投影體系來說 那這個負斜面對原來的VH是負斜面 但對新的EV的投影系統 就變成是屬於單斜面 這樣的概念去處理它 那所以這邊會談到就是說 好那既然因為你跟V 本來就不是所謂的平行或是垂直的關係 所以你當然也只能夠選擇 架一個新的負投影面 讓這個新的負投影面跟我的這個平面 是所謂的垂直關係 好那所以就會牽涉到 這個投影面跟我的這個已知的平面 必須是處在一個垂直的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它才會是什麼 這樣才會是這個平面 跟我的這個所架的新架的這個負投影面 是垂直的關係 那接著就牽涉到兩個平面垂直的概念 那兩個平面垂直的概念 我們上次在前一章吧 還是應該是前一章 有提到 你兩個平面要垂直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從 像我們假設從1這個平面上面 雖然它其實是投影面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平面 那你要讓這個 這個已知的平面跟它垂直 所以我們先假設先找一條 找一條線 那這條線 如果已經是垂直我的這個1 這個負投影面的話 對不對 這條線如果是垂直我的1的這個投影面 那通過這個 跟它垂直的 通過跟它垂直的這條線 上面的所有平面 所有平面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跟它是垂直的關係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在 這個我們好像第十章這邊有談到 平面跟平面垂直對不對 你如果有一條直線是垂直 一個已知平面 那通過這個直線的所有的平面 當然就跟我這個另外一個平面 就是垂直對不對 這是我們第十章談到的嘛 好 所以 類似這個概念 類似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要找一條直線 找一條直線 跟這個v 跟這個1 是垂直 那這條直線 同時又包含我這個三角形abc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這個三角形abc 就會跟 因為你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跟1 是垂直 那同時這條直線 如果又是三角形abc 上的一條直線的話 那當然三角形abc 就會是跟我的1 就是垂直的關係嘛 對不對 從之前的推理 好 那但是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1 是一個覆頭裡面 那覆頭裡面 本身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我們覆頭裡面 不是隨便亂架的 我們覆頭裡面 是把它架在 一個 架在所謂 我們已知的vh 不管是v或h上面 那而且這個 新架的覆頭裡面 要跟已知的頭裡面 要是垂直的關係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把這個 把這條線 要能夠跟1 又是垂直的關係的 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利用之前 這個概念啦 假設 假設我今天 這條 我今天假設已經有 已知一條什麼 前平線 那這個前平線 基本上 是平行我的直立頭裡面 對不對 那 前平線是平行直立頭裡面 那我要把這個前平線 變成是一個 正垂線 那代表意思是什麼 代表這條前平線 要來垂直什麼 垂直我這個 新架的這個覆頭裡面嘛 那這樣的話 它在這邊 就變成端式圖 那這個 av 這個 這個所謂的 當然這個現在是單斜線 這個前平線 是個單斜線 這個單斜線 因為它是平行直立頭裡面 然後我要讓它架在 我的新的覆頭裡面上 使得在 1跟v 1跟v的頭影系統上 這個av直線 就變成是一個正垂線 那正垂線 那正垂線就是垂直嘛 那垂直就是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要的那個什麼 就是 要找一條直線 跟覆頭裡面垂直的關係嘛 對不對 我們剛才不是 這個是 這條直線要跟它垂直 跟這覆頭裡面垂直 那我們要的是 這個嘛 一條線 跟我的一樣 覆頭裡面是要垂直的關係 然後但是這條線 又要包含一個三角形的ABC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找一條線 能夠跟覆頭裡面垂直 而且這條線 如果是 像剛才說的 如果這條線 是前平線的話 那這條線是前平線的話 我要找它 跟它垂直的話 就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就可以從 我的投影圖這邊去做 為什麼 因為這條線是平行 這條線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那 E又是垂直我的直立投影面 所以我要找這個覆頭裡面 就很簡單 就是從它的直立投影 從它的直立投影 拉一條直線去垂直它的什麼 垂直它的這條負基線 因為 你的新架的覆頭裡面 跟我的直立投影面 就會產生一條基線 一條負基線 那它的垂直關係呢 就是把 它的直立投影面這邊 去拉一條直線 去跟它 跟什麼 跟我的負基線垂直 那當然因為AEB 的直立投影是已知的 所以變成我的這條負基線 是要去找 怎麼找 就是找把AEB的延長線 跟它垂直 對不對 跟它垂直 然後呢 一句往上延伸 那延伸到多遠 我們上次有說過一個口訣 有沒有 我們的這個E 副頭裡面 是用來取代H 所以它這段的長度 就等於這一段的長度 那你可以看得到 A SuperH到主基線 B SuperH到主基線 因為它都是一樣 一樣的距離 所以當然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當然這邊 就變成是一條什麼 正垂線的概念 對不對 好 所以 前平線 如果要 要做一條前平線 讓它變成端式圖 就是我們待會兒要用的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點 的情況 就是類似這種做圖 所以 那所以我們這邊 要做一條前平線 做一條前平線 那這條前平線 因為又要包含 三角形ABC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一條 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 先做出來 好 然後因為這條 基本上這條前平線 是包含三角形ABC 而且它又是前平線 而且我要讓這個前平線 跟它這個 副投影面是垂直 所以就按照剛才的那個做法 你就可以去畫出 一個我們所需要的 副投影面出來了 那這副投影面 畫出來之後 我們把它轉換成投影圖 它就可以把我原來的 副斜面 在VH的投影體系 轉到EV的投影體系的時候 就變成是所謂的 單斜面 所以做圖的方式 就是這樣 三角形ABC已知的 那我們做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 那這個做法 更早的章節已經有介紹過了 那前平線的特性是什麼 不要忘記 前平線的特性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但是它在水平投影面 是怎麼樣 這個待會兒我會用到的概念 我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但是它的投影圖 在水平投影面 反而是平行主機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先做 那要做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 所以我在三角形ABC上取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怎麼取 是從水平投影這邊來取 因為你取這個 這兩個點是要平行主機線 對不對 平行主機線之後 然後再對應上去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直立投影 那這條直立投影 就是它的前平線 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的直立投影 那根據剛才的那個立體圖分析 你大概知道 那所以我要找一條負基線 跟它垂直 跟什麼 跟它的這條前平線的直立投影垂直 好 垂直完之後呢 然後呢 接下來再把A點 B點 C點 分別去找出它的A1 還有它的C1 還有它的B1 那當然這個圖有點畫的怪怪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你從這邊 從A的SuperB 怎麼樣去畫A的Super1 那因為是跟你的這個負基線有關係 對不對 你現在負基線 你現在一定要先垂直這個CV CVDV的延長線過來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你這個A SuperB 怎麼畫到A Super A SuperB怎麼樣畫到A Super1這邊來 就是這段的長度 我們說過是什麼 這段長度應該是等於這段長度 那這個圖畫的有點 有點不太標準 有點大慘 這邊 這個應該沒那麼長 這一段應該是等於這一段 然後呢 C一樣拉一條直線 垂直我的負基線上來到這邊 這邊這段長度應該是等於什麼 等於這段長度 所以這邊 看起來好像也沒那麼 然後接下來再B B上去 那B1的SuperH到主基線 應該是等於這一段 這樣畫完之後呢 理論上 理論上如果你畫得精確一點 這三個點應該會共線 同一條直線 共線 共線 共線它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這個面 投影到這個負頭影面 它就會變成是什麼 端式圖 面的端式圖是什麼 是直線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 負斜面就變成單斜面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那重點就是畫什麼 畫前頻線 如果你今天是要 把這個負頭影面 架在直立頭影面的話 你就要找三角形ABC的前頻線 而且這個畫完之後有個好處是什麼 這個假角呢 這個假角 A1 就是它這個端式圖 這個端式圖變成一條線 這條線跟它這條負基線的這個假角呢 這個角就是你三角形ABC的beta 那我們說過beta是什麼意思 beta是跟哪一個投影面的夾角 跟直立投影面的夾角 跟水平叫α 那以前你記不記得 如果我們有一個負斜面 這個期末考就會考 我們如果有一個負斜面 你要找它對 水平投影面也好 或直立投影面的夾角 要怎麼畫 要用叫做最大傾斜線的方式 有沒有這樣 這是之前做過的 那期末考當然就會考 那最大傾斜線的方式 你要想辦法去畫出兩條線 然後去找出它的最大傾斜線 然後再去找它的這個夾角 用直角伸角形法去找它的這個夾角 那現在如果你用這個負投影面的 負投影的方式的話 你做這個過程中間 就直接可以把beta找出來了 這個就是它的beta 那這為什麼是beta呢 當然你這樣看也許 我不曉得你這樣從立體圖 能不能好 能不能很清楚去看 因為我們的投影圖 就是把這個1整個貼到的 就是類似這個 這個腹肌線是一個旋轉鈕 把它貼 然後把它旋轉 把1貼到的 貼到我的直立投影面上 那這樣貼過去之後 這個夾角 這邊的這個夾角 就是三角形的ABC 對我的什麼 對我的直立投影面的這個夾角 另外一個想像的方式 如果從立體圖 這樣你可以想像當然最好 如果想像不出來的話 你想想看 我們之前 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在1跟v的投影系統 你的三角形ABC 已經是垂直我的負投影面1 那你想想看 你自己把它類比 類比一個什麼 類比一個單斜面 假設今天這個單斜面是垂直 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就是你這個 我們如果還是看原來的v跟h投影系統 來看的話 那你一個平面 如果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那它跟我的直立投影面的夾角 是不是從它的這個 垂直的那個投影面上 它的夾角可以看得出來 假設這個桌子是水平投影面 那我這個平面是單斜面 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那我的直立投影面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這個平面跟我的直立投影面的夾角 是不是就從端式圖 這條線跟它的基線的夾角 就會看得出來 所以類似這種概念 那我現在三角形ABC是垂直1 那垂直1 所以它這條線代表 就是它對應的這個v的什麼 這個夾角 所以類似是這樣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應該也可以去稍微聯想一下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 從負斜面轉換成單斜面 你就可以知道 它額外做的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我們把 幫我們把這個beta也可以找出來 那alpha呢 alpha怎麼辦 alpha就是反過來 剛才是把負投影面架在直立投影 那alpha的話 就是你要把這個負投影面架在水平投影 那架在水平投影 當然我們就不是畫什麼 不是畫前平線 就變成畫水平線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應該也可以看到 一個做圖的方式 好 那另外 剛才的是一個圖形 那我們現在如果是用trace 一樣是要把負斜面變成單斜面 一樣 那這個負斜面的trace 那我現在 假設我把這個負投影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那我怎麼樣去找出它的另外一個trace 另外一個trace 那這個做法呢 概念跟剛才也很像 那剛說過 你如果把負投影面架在直立投影面 你就必須要找這個負斜面的前平線 那現在如果你把負投影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的話 那這時候你就必須找這個平面的水平線 水平線 就平行水平投影面的水平線 然後去跟它垂直 什麼垂直 就是你的這條負基線 就是你的負投影面 跟你的這個垂直的那個投影面的這條負基線 這條負基線就必須跟我的什麼 水平線的水平投影 水平線的水平投影要能夠垂直 那因為你今天是用trace表示啊 trace表示的話 我的水平基 我們說過水平基就是平面上一條很特殊的什麼 水平線 水平基就是 負斜面上面一條很特殊的水平線嘛 那既然它是水平線就水平線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水平線 它的水平投影就是hq 就是它的水平基 然後去畫一條負基線去跟它垂直 所以這個重點 這條負基線是跟我的hq是垂直 垂直了之後你確定了這個位置 是它的負基線 所以這邊是水平投影面 這邊是負投影面 那接下來 這個它在新的負投影面的trace怎麼畫 那一樣啦 在負投影面的trace怎麼畫 因為基本上我們說過負投影面 這個1是取代你的v嘛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在你的vertical trace vertical trace的一個點 找一個點 那這個點它的位置就是 這個點它的直立投影在這裡 它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點是 A這個點當然是在vq上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在什麼 也是在Q平面上 而且它是在它的這個直立基上 那現在我的直立基要換到這邊叫做 負投影面的基上的時候 所以我就利用A這個點 那A這個點它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我從這個水平投影直接拉一條直線垂直 我一樣 垂直這個負基線一直拉過來 拉過來 拉多長呢 這段長度就等於這段長度 這波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太長 不太一樣比例 不過 你們自己畫的時候這個要量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找出這個點 那這個點的位置就是什麼 這個點的位置就是你的A super V 現在這個點呢 現在在你的負投影面就跑到這個點來了 好 那既然知道之後呢 我剛才的HQ是到這裡嘛 對不對 那從這個點再拉一條直線跟它連起來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得到它的什麼 在這個平面的在負投影面的trace 就可以利用這兩個點就把它畫出來了 好 那對E跟H投影系統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就是一個它的trace的表示方法 那也合理啊 對不對 怎麼合理 你把它導過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單斜面 單斜面它的trace的表示方式 我們上次你們不是在課堂上有畫過 三種單斜面它的trace的表示方式嗎 你今天如果是垂直水平透影面 那它的 那這個單斜面它的trace會長什麼樣 你今天如果是垂直水平透影面的單斜面 垂直水平透影面的單斜面 那它在VH投影的trace會長什麼樣 這條是垂直水平透影面 垂直水平透影面 那它的trace呢 在直立透影面是不是應該垂直主機線 這個透影面如果是垂直水平透影面 垂直啊 那它在直立透影面在那邊trace 是是什麼 就跟它K的就垂直它的主機線啊 所以單斜面你如果垂直水平透影面 它反而是在它的什麼 對應的那個那個透影面是垂直這個機線的嘛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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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把它畫成這樣 好 那現在在EH投影系統來說 在EH投影系統來說 在EH投影系統來說 我們架了這個E的負投影面 它是垂直什麼 是垂直 H還是垂直E 是垂直E嘛 因為你原來在VH來說 它都是負斜面啊 就是對兩個來說都沒有垂直的關係嘛 那是因為你架了這個負投影面 這個負投影面對它來說才是垂直的關係啊 懂不懂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EH投影系統來說 它是垂直 垂直E的這個負投影面 那所以反過來來說 它另外一個沒有垂直的地方 它就會是什麼 這個HQ就是垂直我的負基線嘛 就像Less剛剛說過的 你的原來如果是VH投影系統來說 如果你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那你的水平基是這樣 你的直立基反而是這樣 那直立基如果是垂直 直立基如果是垂直主基線的話 基本上它是垂直 這個單斜面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那現在再把VH投影系統 現在換成EH投影系統來說 現在你的這個投影面Q 不是這個投影面 這個平面Q 它是垂直我的E嘛 垂直我的負投影面 那它垂直我的負投影面 所以它在水平基這邊 應該是垂直我的什麼 垂直我的負基線 所以是一樣的道理 只不過今天就是 你把它的投影體系 把它變換 把它變換出來 好 那這樣畫出來的結果 這個HQ跟EQ畫出來的結果 因為你今天是什麼 是一個單斜面 對EH投影系統來說是單斜面 而且你這個負投影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所以你這個EQ 對負投影 對這個負基線的夾角 就是我們的什麼 就是我們的α 對水平投影面的夾角就是α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 把它的這個α畫出來 那同理 你如果要畫它的這個 要找這個Q的β的話 那一樣 這邊再畫一個跟它垂直的負基線 然後從這邊找一個點 然後去對應它的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的那個β夾角 也把它畫出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利用負投影面 你可以來做 幫我們把平面 原來是負斜面的平面 換到一個投影體系之後 它就變成是一個比較 特殊的平面 特殊的意思就是垂直或平行 OK 那只不過當然 為什麼這個地方 當你是要跟HQ垂直 那原理就是跟剛才這邊說的一樣 因為你要找一條特殊的直線 因為你要架一個負投影面 那這負投影面 又是跟某一個投影面 已經是垂直 同時它又必須是跟 包含這個已知的負斜面的一條線 所以你當然要找什麼 前平線 如果你是架在直立投影面上 你就是要找前平線 那你如果把1架在水平投影面 那你就是要找它的什麼 水平線 概念是 原理是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張圖就畫出來了 那當然 你還可以再把它 再進一步把它變成正垂面 那正垂面是平行的關係 對不對 那 這個時候就需要兩次轉換了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你要把負斜線變成正垂線 你就必須要兩次轉換 現在也是一樣 你要把負斜面變成正垂面 也必須要兩次轉換 那第一次轉換 就是把三角形的ABC 那現在這個投影是在第三項線 V H在上 V在下 那不管 反正都是一樣的概念 那我們先 你現在把負斗影面架在什麼 架在 Vertical 直立投影面上面的話 所以你這條負基線 這條負基線很重要 對不對 怎麼辦呢 先做 先做什麼 先做三角形ABC上的一條前平線 那三角形ABC的前平線 所以在水平投影這邊找兩個點 三角形ABC這邊找兩個點 讓它平行我的主基線 對不對 然後呢 對應下來 找到它對應的點 然後A當然就對應AV 那這樣的話 A SuperV到D SuperV 這樣的連線就是前平線 把這條前平線的直立投影拉長 然後去畫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就是它的負基線 跟這條延長線垂直 然後呢 你再去對應把它的B 這一段 就等於這一段 然後呢 這個一樣 D 對應到這一段 然後呢 不是D啊 D是這一段 然後其實A也是這一段 它一樣 因為其實A跟D 它這邊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這段長度是一樣的 然後再把C對應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發現這邊是貢線 所以三角形ABC 經過這個轉換 在V跟E的投影系統來說 E跟V的投影系統來說 它就變成是單斜面 那單斜面之後 要把它變成正垂面 正垂面的意思是平行嘛 所以呢 你就再畫一條 這是在E的這個副頭裡面 再架一個副頭裡面 那這個副頭裡面呢 要讓它跟我的這個單斜面 這條 這條線呢 端式圖這條線 要跟它平行 跟它平行 畫平行之後呢 你再想辦法把這三個點 這三個點 它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2的這個 副頭裡面的三個點的位置 把它找出來 把它連起來 你就得到一個 E2的投影系統來說 這個三角形ABC 就會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正垂面 正垂面 那當然你說 那這個B1當然延伸過來 這邊B2 那B2這段長是多長 B2這段長度是多長 它取代的 2是這時候用來取代H嘛 取代V嘛 所以代表你的B super V 到負肌線的距離 所以這段又畫的有點不太 不太一樣長 不過anyway就是 你要記得這段長度 就等於這段 然後呢 這段A2呢 到這條負肌線的長度呢 相當於是A super V 到這邊 對不對 然後C2到這邊 等於是CV到這個負肌線的長度 那這樣的話 你把這三個點畫出來 連起來 畫出來的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正垂面 正垂面 所代表的就是True Size 所以你的負斜面 在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的系統 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經過兩次轉換之後呢 你就把它的圓形 實際的形狀呢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所以這個就是利用兩次轉換 我們就可以把 負斜面就轉成正垂面了 那接下來有一些就是應用 有些應用的地方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比較簡單的 這個剛才 這個我們在之前也提過了 你負頭影面 怎麼樣把它直線 去找它的直線 對頭影面的傾角 以前我們說過 如果是一個負斜線的話 我們就要利用直角三角形法 最早的直角三角形法 那直角三角形法 那直角三角形法 當然你就是要去量它的這些 就是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把它的這些高差 或前後距離這些都量出來之後 你去畫直角三角形 可以找出來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負頭影面的話 就相對比較容易 像你這個 當然這是一個第三向線投影 那你要畫它的這個α 你就把三角形ABC 不是三角形 把直線AB 把這個直線AB 轉換到新的投影體系 EH投影體系來說 它就變成是一個叫什麼 單斜線 那這個單斜線 單斜線在這邊的 除了代表是True Lens之外 它跟我的腹肌線 這樣的概念的夾角 就是它的α 那當然這個單斜線 怎麼樣把它變成單斜線 我們之前有看過了 就是畫一條負肌線 去跟我的水平投影平行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得到的EH投影系統來說 這個AB就會變成是一個單斜線 單斜線的概念 那同理呢 你如果把負頭影面架在 架在直立投影面 那你這個負肌線 當然也要平行我的AE Super V B Super V 對不對 然後同樣的去把A Super V B Super V 找出來 那一樣 這個連起來的直線 就是它的True Lens 然後這邊跟負肌線的夾角 就是它Beta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很容易了 那同樣的Gamma 一樣的方式 就是做一條負肌線 跟它的側投影平行 然後再對應找出它的 第三個負頭影面的位置 A Super V跟B Super V畫出來 這個一樣它True Lens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Gamma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的應用 我們把以前的 這個負斜線的三個琴角 還有磁長 不用直角三角琴法 用負頭影 我們就可以把它找出來了 OK 那至於剛才我們其實就看過了 你要找負斜面 負斜面對投影面的夾角 就是Alpha Beta跟Gamma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們就是利用 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把它 把這個負斜面變成是單斜面的概念 那就可以畫出來了 那負斜面變成單斜面的概念 剛才其實我們就已經看過了 所以 同樣的 利用第三項線投影來說明 HVP 所以這是第三項線投影 所以我們假設先把 先把我的負斜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那這個負斜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的話 那它這條負基線怎麼畫 那當然你就必須透過一條前平線 三角形ABC的前平線 所以三角形ABC的前平線怎麼畫 就是在直立投影裡面這邊先找 先找一條三角形ABC上一條直線的投影線 它要平行我的主基線對不對 那因為其中一個點B是端點 那另外一個點在這裡 對應上來 不要對錯 這個D Super B是在AC邊上 所以AC邊是在這裡 不要對到BC邊 所以D對應上來到AC邊對不對 那B當然對應到B Super H 所以這樣的話連線就是它的水平 就是它的水平線的水平投影 然後這條線延伸出去 然後畫這條負基線跟它垂直 跟它垂直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一樣就把這三個點 ABC這三個點 對應在它的直立投影 對應在它的E的負投影 把這三個點畫出來 那你會發現它是貢線 那一樣這個夾角 就是它的這條端式圖的這條直線 跟我的負基線的夾角 這個就是它的α 其他的呢 以此類推 像這邊 剛才是利用水平線對不對 三角形ABC的水平線 那你現在把負投影 如果放在直立投影 那這時候你就必須借助 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 對不對 那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線 當然 你就必須去找 找類似這樣子一個 先在水平投影這邊 找平行主基線 然後C點當然是對C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E點 對應的就是在這裡 然後到它的水平投影 這邊拉一條線延長線過來 然後找它的負基線 找完之後一樣對應 把這個ABC三個點 它的對應的在2的負投影 三個點把它找出來 發現它的貢線 然後呢 這條線跟我的負基線的夾角 這個就是β 然後呢 以此一樣畫葫蘆 這個就是利用它的側平線 類似的方式 所以利用負投影面呢 我們就不用 原先我們是要利用什麼 最大傾斜線 最大傾斜線的方式 但是現在利用這個 負投影面 我們也可以一樣畫出它的夾角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期末考 可能就會比照兩種方法 要你畫兩種 把兩個工 不是工具 兩個 兩個做圖的方式 兩個做圖的方式 不管是用最大傾斜線法 或者是利用這種 負投影法 你理論上都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那還有一些我們之前 其實比較複雜的 比較複雜的方法 現在其實都可以 類似利用負投影面呢 得到一些 也不是說 當然它理論上相對是簡單一點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 一個替代可行的方式 可以去做它 像這個例子 點到平面的距離 這個有沒有看過 那我們那時候看的是 過一個點 要做一條直線 垂直三角形的ABC 有沒有印象 那點到平面的距離 是不是 你就是要先從那個點 做一條直線 垂直三角形 垂直它那個平面嘛 然後呢 過這個點 做一個直線 垂直三角形的ABC 完之後還要做什麼 因為你要算它距離嘛 所以你要不要找它的貫穿點 你要找它貫穿點 貫穿點找到之後呢 然後再去用直角三角形法 把它的市場找出來 好 那這個 上次這樣做法 有沒有印象 過一個點 你怎麼樣畫一條直線去垂直平面 從這個圖看得出來 在做什麼嗎 我們畫這些圖的原因是什麼 你找三角形ABC上的一條水平線 跟一條前平線 對不對 那 接下來從這個點 去畫什麼 畫 畫一條直線 分別對應它的 在水平托影面 就是跟它的什麼 跟它的水平線 是垂直 跟 那在直立投影 就是跟它的前平線 是垂直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個原因是 這個概念 我們要怎麼樣去找直線 去跟它垂直 就是說 這條直線是垂直我的這個負斜面 那你基本上就是在這個負斜面上 找負斜面的一條前平線 一條水平線 那你這條直線 只要跟平面上的水平線 或前平線垂直的話 那就保證這條直線 就會跟它什麼 跟我這個Q平面就是垂直 所以我們重點就是要在 這個已知的負斜面上面 找它的水平線跟前平線 那找水平線跟前平線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 你找出水平線跟前平線 那我們說過兩條直線要垂直 如果是都負斜線的話 當然很麻煩 對不對 但是如果兩條直線要垂直 如果其中有一條直線是單斜線 就像它是水平線好了 水平線就平行我的水平透明面 這條水平線 那我這條線要跟它垂直的話 它唯一可以從投影圖 可以看出垂直的關係 是在它所平行的那個投影面 上才可以看出它是垂直的關係 所以像水平線 另外一條直線 如果是負斜線要跟它垂直的話 那它們的垂直關係 就只有在水平透明才看得出來 這個是更早 還是前面一點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畫三角形ABC的水平線跟前平線 好 那 三角形ABC的水平線 就是在它的直立投影 是平行主機線 那它的水平投影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從S super H 打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因為我們說過 2C這條直線 2C這條直線 就是三角形ABC上的一條水平線 那這條水平線跟我這個點 要做一條直線跟它垂直的話 它的垂直關係 就只有在它的水平投影這邊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拉一條直線 跟2C這條水平線垂直 那另外A1這條直線就是什麼 A1這條直線就是三角形ABC的一條前平線 那所以我的直立投影 我的直立投影 S super B就從這邊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A1這條直線 這條前平線 這條前平線的直立投影垂直 好這樣延伸下來 得到的這個S延伸到這邊好的叫D 那SD這條直線就垂直三角形ABC了 對不對 好 但這樣沒有做完啊 這樣只是代表我的SD這條直線 是垂直我三角形ABC啊 你接下來還要再找什麼 還要找貫穿點 貫穿點 負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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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斜面 負斜面 那怎麼找貫穿點 這就是負斜面跟負斜線的貫穿點 那負斜面跟負斜面的貫穿點 我們說過其實就是利用輔助平面法 對不對 所以好像很麻煩對不對 你還要再做一個 先找到垂直的 之後呢 然後你還要再找出它的貫穿點 那貫穿點你就必須透過輔助平面的方式去做它 然後呢 輔助平面 當然這輔助平面就必須是特殊的平面嘛 跟我的負斜面產生交線 那這個交線跟我一致這條直線 然後產生交點 這就是它的貫穿點 好 所以 做圖的方式就是這樣 這個如果是一個負斜線對不對 我們就說過要拉一條什麼 要拉一條直線 是單斜面 那這個單斜面呢 是能夠包含什麼 包含我其中的一個部分 包含我的這個 已知的這個負斜線的水平投影 那這樣的 那它的直立基就是垂直什麼 垂直我的這個主機線 好這樣完了之後呢 這邊這個HQ跟我的三角形ABC的水平投影就產生了兩個焦點 這兩個焦點就是 我這個Q平面跟我的三角形ABC的什麼 相交所產生的那個焦線的一部分 焦線的一部分 那對應下來得到的這個 那這條直線 直立投影的直線 那跟我已知的那條直線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就是貫穿點 那貫穿點知道之後再拉回來 對不對 就可以得到我另外一個貫穿點的水平投影 那好了 那就得到它的貫穿點對不對 好 那貫穿點的做法是這樣 所以 所以這邊你畫出來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垂直我的三角形ABC之後 你還要再去利用輔助平面去想辦法找出它的貫穿點在哪邊 然後貫穿點找出來之後 再用直角三角形法去畫出它的實際的長度 這樣才會得到 才會得到什麼 才會得到我們要用的點到平面的距離 所以如果要用我們原始的方法去做的話 那個步驟是很麻煩的 要做兩次 第一次先找直線垂直 過點一條直線垂直它 然後再找那個直線的貫穿點 對平面的貫穿點 然後再用直角三角形法去找出它的 好 那我們現在如果用負頭裡面呢 看起來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 怎麼簡單呢 我們把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我這個 我們現在要求點到直線的什麼 的垂直距離嘛 那當然就是這個點到這條 要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跟這個三角形ABC垂直 對不對 那假設今天你這個三角形ABC 因為我們說如果你是負斜面當然就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你今天三角形ABC是一個單斜面 單斜面就是說三角形ABC 今天是垂直我的這個負頭裡面 那它在負頭裡面這邊就是一個什麼 端式圖嘛 就是一條直線啦 那我從空間中M這個點要做一條直線 MK跟三角形ABC垂直 那它的垂直的關係就會直接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端式圖這個圖上 從現在端式圖 所以我端式圖這邊只要能夠找出三角形ABC 在它端式圖這邊跟它垂直的話 我就順便把負穿點也找到了 同時它的時長 它的時長就是M1K1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如果假設你的三角形ABC 在原來的VH投影系統是負斜面 但是我今天經過負投影把它轉換到 負投影的投影系統的時候 三角形ABC如果已經變成是一個單斜面的話 那我在單斜面 在它新架的這個負投影圖上面 我就可以很快的去把這個什麼 把它的貫穿點也找到了 同時也把它的這個點到平面的距離 也可以同時就找到了 那是不是就更方便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替代的方法 所以做的方法就跟剛才一樣 三角形ABC現在在 這個是VH 所以這個是第一項線投影 那我們先拉一條 就是先想辦法把三角形ABC原來是負斜面 把它轉換到負投影面的時候 變成是一個單斜面 變成是一個單斜面 那這個做法就跟剛才講都一樣了 那因為我們是把負投影面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所以我必須要找它的三角形ABC的水平線 三角形ABC水平線當然從直立投影開始做 對不對 從直立投影開始做 做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它的這個水平線 三角形ABC的水平線在這裡 然後拉一條負基線跟它垂直 然後再把一樣 ABC三個點對應出來 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三角形ABC 轉到負投影面這邊 就變成端式圖了 那我原來已知的點M N super V N super H 那我要畫它的N super Y 也很簡單啊 對不對 就直接直分拉直線垂直它嘛 垂直負基線過來 那這段長度是等於 這段長度是等於 N super V 到這個主機線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你把N super Y也找出來了 找出來之後呢 從這個點直接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跟這邊垂直 得到的這個點 就是它的貫穿點 那這段就是它的市場 那這段就是它的市場 比你剛才用傳統的方式做 是不是快很多了 好 那但是貫穿點 在這邊是負投影面這個點 對不對 負投影面這個點 是貫穿點 但是我如果要把它拉回來 我的這個 原來的直立投影 跟水平投影的系統 那它的貫穿點到底在哪裡 那這時候呢 我們必須再回來看這個 這個立體圖啦 因為 你現在已經把我的這個 已經把三小型ABC 如果換在EH投影系統來說 它已經是一個什麼 EH投影系統來說 這個MK 就是在空間中 這個MK 對E這個負投影面來說 它其實是什麼 因為MK是垂直三角形ABC 對不對 MK是垂直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 又垂直我的負投影 所以MK會不會平行我的負投影 MK這條直線 在空間中有沒有平行我的負投影 因為你的ABC 因為你的MK MK是垂直三角形ABC 然後三角形ABC又垂直E 那所以你的MK 是不是跟我的負投影 就是平行 這個面 這是一個三角形ABC的面 跟我的E是垂直啊 然後我的MK直線 跟我這個三角形ABC 又是垂直啊 所以這條線 就跟我的E就是什麼 平行啊 我這個平面跟我的 這個也是 這個垂直 這條線是垂直啊 那這條線不是跟它平行嗎 所以MK是平行我的E的負投影面 那既然是平行的話 所以它對E 所以這條MK的直線 對E來說是平行 那所以對EH投影系統來說 對EH投影系統來說 MK就是一個單斜面 單斜線嘛 那單斜線 但是這條單斜線是平行E嘛 那平行E我們說過 類似單斜面 我們說過單斜面 它是平行某一個投影面的時候 它在另外一個投影面 它的投影圖 才會是平行主機線嘛 像我們的水平線 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但是它的投影圖 是在哪邊 是平行主機線 好再看這個 三角形ABC 這個是什麼線 AD是什麼線 AD是什麼線 水平線 水平線 水平線是平行什麼 水平投影面 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面 的投影圖 是平行什麼 平行主機線 好所以反過來 在EH投影系統來說 我的MK 是一條單斜線 這條MK 剛剛說過 MK這條線是平行水平投影 不是 是平行E的負投影面 平行E的負投影面 所以代表它在水平投影面的投影圖 會是什麼 會平行負基線 同樣的概念 在VH 你今天如果是平行水平 所以它在直立投影 就平行它的基線 那現在你的MK 是平行負投影面E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這邊來說 它的水平投影 這邊就會是平行我的基線 是一樣的道理 今天只是換一個投影體系 都是正投影的體系 所以剛才我們說過 你的M1 拉一條直線垂直我的C1 B1 得到的這個點 就是它的垂直K1 那我的K superH在哪裡 我就從K1這邊拉一條直線 垂直我的負基線過來 對不對 那這條線過來要到多遠 才得到我的K superH 那你就從M superH這邊 拉一條直線 平行我的負基線 然後跟剛才這條直線相交 得到這個點 就是你的K的 superH 那K的 superH知道 你的K的 superV知不知道 一樣啊 從K的 superH 拉一條直線上去 上去到哪裡 上去到這段距離 應該等於哪段距離 等於這段距離嘛 因為我們說過負投影 這段距離應該是等於這段嘛 那剛剛不是說過嗎 你這邊要畫到它的C1的時候 你這邊如果CV CH知道 你的CH過來 然後垂直這個負基線過來 這段長度多長 這段長度就是這段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E現在取代你的V嘛 所以這段長度就等於這段 好所以利用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把我的貫穿點也一樣 在直立投影跟水平投影的貫穿點 也把它找出來了 那它的時長就在這裡 所以利用負投影呢 它其實只要畫一下就出來了 但是如果是用我們 原始的方法 當然你就必須要 要做好幾個步驟 你才有辦法 找出這個點到平面的距離 所以相對負投影來說 就比較容易一點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方 一個alternity alternity就是一個替代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去 利用負投影幫我們找出這些 空間推理的概念的東西 好另外在看之前 其實也有看過類似的 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 那點到直線的距離 當然今天 如果你今天是正垂線 正垂線 這個點如果在我原來的VH系統來說 它是正垂線的話 那我的點到直線的距離 是不是很快 很快 為什麼 你就是正垂線 它所垂直的那個投影面 那這個點 兩個距離連起來 這就是它的距離了 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 這個是要正垂線 那我如果給你今天在空間中 在VH投影系統來說 它是這樣的圖 那你 那椅子點是m 那你能不能直接畫出它的 畫出 從VH投影系統直接去畫出 畫出它的這個所謂的點到直線的距離 當然是不行 所以 利用這個概念 我們把它 利用什麼 利用負投影的概念 我把原來的負斜線 經過兩次 這個我們上禮拜也講過 怎麼樣把負斜線變正垂線 經過兩次 經過兩次 經過兩次轉換 把我的負斜線 先把它從VH系統 變到EH系統來說 它變成是單斜線 再把這個單斜線 再透過E2的投影系統 讓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變成是一個正垂線 那變成正垂線之後呢 那我的m一樣 m要跟著換 m super v m super h 那你要對應 找它的m super 1 對應它的m super 2 那找出來之後呢 在這個最終的這個 在2的這個負頭裡面來說 你的直線已經變成端式圖了 那把它連起來 這就是它的時長 它的時長 好 那等到它的時長之後 一樣啊 那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 就是它的這個垂竹在哪裡 這個k啊 這個k在哪邊 這個k因為它其實是跟在 如果在2這邊來看 它基本上是都跟它同一個什麼 端式圖嘛 就是一個端點 所以你的a2b2跟k2都是同一個點 那我回到我的k1是在哪裡 回到我的1的負頭引在哪裡 回到我的水平頭引 它這個k點在哪裡 回到我的直立頭引 它的k點在哪裡 那原理也是一樣 跟剛才說過的 因為你的m跟k這條直線 是垂直我的這個正垂線嘛 那ab是垂直這個2的負頭引 那所以你的mk又跟它垂直 所以基本上mk就是平行什麼 mk這條直線就是平行我的2的負頭引 那既然是平行 所以對2來說 跟2跟1來說 2、1的頭引系統來說 mk這條直線就是一個單斜線嘛 那既然是單斜線 我們這個已經先畫出來了 這是m2、k2在這裡 那它的m1、k1 m1已經知道 那k1在哪裡 k1的話就是 因為1、2投影系統來說 這條mk是一個單斜線 所以它的對應的 沒有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來說 它的投影圖就是要平行它的負際線 所以我一樣 從m1拉一條直線 平行什麼 平行這個負際線過來 然後把這條直線 這個端點 拉一條垂直負際線過來 然後兩個相交在這個點 這個點就是它的k1 那k1知道之後就簡單了 k1上去之後 直接拉上去 它自己會跟它相交嘛 會跟我的k 跟我的水平投影線 這條線的水平投影 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就是它的kH 再拉上去 就是它的kH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做兩次的負投影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點 到一個負斜線的距離 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ok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啊 好像比較簡單 對不對 好 最後一個 這個以前我們好像也有看過類似的 但是 以前正好它就是給你最後這個概念 就是如果要找兩個交叉 交叉的意思是什麼 交叉有沒有相交 交叉就是沒有交點 叫交叉 那如果兩條直線是相交叉直線 那如果其中有一條直線是特殊的直線 那我們要找這兩個交叉直線的距離 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是我記得在以前好像有看過的一個 是說 如果其中一條直線是正錘線 一條直線是正錘線 那一條直線是負斜線 那我要找這兩個交叉直線的距離 就是你要找一個公垂線 這公垂線當然就會是代表它的什麼距離嘛 兩個交叉直線的距離 那這樣的話怎麼找 如果今天其中有一條直線是正錘線的話 那這個交叉的交叉 兩條交叉直線的距離 其實就可以從它垂直的那個 那個投影面上面的投影圖 你可以直接去畫出來 這個好像也是在 不知道前幾章有提過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情況是什麼 那時候給你的情況是在 原來的VH投影系統來說 AB就已經是正錘線 在原來的VH 就直立跟水平投影 AB本來就是已經是正錘線 然後CD是一條負斜線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找這兩條直線的距離 交叉 交叉是沒有交點 但是它有距離嘛 那這個距離 就直接從它所正錘線 所垂直的那個投影面 的投影圖 這個端點 端式圖 去拉一條直線 跟另外一個負斜線 在這個投影圖 上面的一個投影圖 跟它做垂直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點 可以得到它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 直線的距離 就可以從它所垂直的那個投影面 去看出來 這個不然是第七章 還是第八章的東西 我有點忘記 好 那問題是 這個知道嗎 這個如果假設今天 這個不是2 這個如果假設是直立投影 或水平投影 對不對 如果假設是水平投影好了 那當然 它在水平投影圖 這邊就可以直接去做出它的距離了 好 現在問題是 如果AB不是 不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如果AB跟CD是負斜線 在原來的VH投影系統來說 是負斜線 那就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 那沒關係 這是 我們開中民意的 三不轉路轉 我們就要把AB原來是負斜線 對VH是負斜線 CD也是負斜線 想辦法把其中一條直線 把它變成是正垂線就好了 利用負投影把它變成正垂線 那我們選擇的就是AB 這邊ABCD 這兩個在原來的VH都是負斜線 那我現在把AB 把它變成是正垂線 那這過程中間要轉兩次負投影 對不對 所以AB的直立投影 AB的水平投影 那你先把做一條負基線 去跟他AB的水平投影平行 然後呢 A1 B1 這邊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這邊就變成是一個單斜線 那把單斜線之後呢 再拉一條負基線跟著它的這個垂直 所以你這時候A1 AB這條線 在E2的投影系統就變成單斜線了 那變成不是單斜線 就變成正垂線 正垂線這邊就是一個端式圖 一個端點 好 那你的AB跟著轉的過程之後 轉完之後呢 你接下來要把CD跟著轉過去啊 好 所以把CD一樣 經過轉換 轉換到哪裡 轉換到1 1的負投影面 然後再把它轉換到2的負投影面 好 轉完了之後呢 在2的負投影面 就一切都好彈了 為什麼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嘛 在負投影面這邊 2的負投影面 因為它這是端式圖 所以直接從這邊拉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好 垂直之後呢 當然這個就是什麼 它的 就是它的這個焦點 垂直的點 然後當然 這個是它的距離啦 那至於它的這個垂直在哪裡 對CD來說就很容易啦 CD的話 你直接拉回來這邊 跟我的C1 D1 產生的焦點 這個就是它的 L的這個垂直啦 然後呢 L1再對應上去 就變成LH 然後對應上去就變成LH 再對應上去就變成LV 所以這個很簡單 那K怎麼辦 這個K是在哪裡 K因為在這邊是共點 那端式圖是共點 那怎麼辦 那一樣啦 因為你的LK 基本上這條直線也是 因為LK這條直線是垂直AB嘛 然後AB一樣又垂直2 所以LK這條直線 又是平行我的2的負投影 所以對E2的投影系統來說 這個LK這條直線就是一個單斜線 那既然是單斜線的話 所以我的LK的水平投影 不是水平投影 LK的在另外一個投影面 就是E2的投影系統 因為它是平行2嘛 平行2的負投影 所以它在E的負投影這邊來說 它的投影圖就是平行我的負基線 所以我的K這個點 K這個點的K2在這裡 那K1呢 就直接從這邊 拉一條垂直負基線的線過來 然後呢 從L1這個點 從L1這個點 拉一條直線 平行我的負基線過來 跟它相交 所以得到的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K1 那K1知道之後呢 再對應過去 拉回去就直接可以得到KH 在對應上就得到KV 所以你就可以還原 它的這個K點跟L點 它在我原始的VH投影系統來說 它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邊 OK 那這樣的話你就把一個比較 原來相對在VH投影系統來說 是複雜的系統 那我們經過這樣的轉換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比較簡單的 簡單的一個結果去分析它了 OK